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徒通过了一项无约束力的决议 就《苹果日报》停刊 要求制裁香港官员 与中国内地涉港官员 并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此前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 将特朗普政府为制裁香港发起的紧急状态延长一年 这两件事共同标注了 未拗的一些人盲目的对话傲慢如偏执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 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和正当之举 得到了包括香港同胞 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香港警方和法院 依法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苹果日报》 有关人员采取拘捕等行动 打击的是违法犯罪行为 并不影响言论和新闻自由 欧洲议会有关决议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冲击特区法治和司法独立 充分暴露出这些反华政客们 环顾的意识形态偏见 去疑的双重标准 和险恶的乱港压中荣心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成效表明 来自那些别有用心的外国政客和媒体 的诋毁指责支持 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因为有了香港国安法 香港居民的正当权益 才能得到保护 香港的营商环境 才能拥有保障 一项来自民间致富的大数据分析显示 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以来 对香港持正面和中立态度的外国舆论 高达87% 对香港的负面评价大幅减少 香港对外资的吸引力 亦都随之上升 真金不怕红楼火 事实更是胜于红变 那些环顾秉持偏见和双重标准 对抗道义的挑衅 无论其以何种形式上演 延续多久 结局都只能是 灰漏漏漏以失败收场